照片上美丽的鸟曲沙丘 是日本鸟曲县知名的观光圣地 每年吸引许多游客去欣赏 沙与风交织出来的自然风貌 不过近来传出有人冒用鸟曲县 观光交流局名义 向台湾民众发送鸟曲旅游补助讯息 诈骗所需费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新型的诈骗的手法 经过我们驻外单位的查证 所谓的这个企划书 还有这个补助金 以及相关的职员的名称都是伪造的 并不存在 外交部说诈骗手法推陈初心 这次是有人冒用鸟曲县政府官员名义 发送电邮还附上企划书 宣称到鸟曲旅游有补助 但要先着收手续费 鸟曲县官员已经主动向我方说明 并没有发过相关企划书 旅游业者则说 虽然日本对各国时常有旅游补助 但几乎都会有旅行社或饭店当媒介 那他要补助给你 因为他毕竟还是有一个相对的对口单位 他需要有人去做确认认证这方面 然后帮你做清零 我想一般消费者你应该要有一个 很基本上是说 他要针对你个人去 然后要先见你付钱这件事 基本上他应该就是一个应该有警惕 我可能会先到我们台湾的观光局问一下 确认有没有这种事情 许多民众说 对先要缴手续费都会有戒心 业者则说虽然你要举线是观光胜地 但由于交通别起日本 其他热门景点较为不便 旅游人次相对较少 有心人应该是看准台湾人 对当地资讯查证较为不易 才会用鸟曲线官员名义来做诈骗 原始新闻综合报导